《嘻哈》 嘻哈給我帶來的最大樂趣 我覺得是認識到一群同樣喜歡這個文化的人 大家有著相同的對生活的態度 以及人生的看法 天宇那時候是中兵的社長 然後我就有跟他搭上線 然後就一起辦完這個活動 然後剛好在辦活動的同時當中 就是發現這一群人跟我的感覺很契合 所以就越聊越深 到最後就變成蠻好的朋友 喜歡嘻哈這個音樂 是因為它可以呈現很多內容 在音樂節奏中去用文字 述說不同的故事 創作的題材也很自由 可以讓創作者很自由地去表達 他們任何的想法情緒以及故事 但是其實在每一首歌的背後都是 我們都會互相討論 然後就是互相給彼此一些想法意見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比較難得的 就是因為雖然我們風格不一樣 我們對於我們想要追求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我們的底氣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會不停地去探討我們自己的作品 我覺得嘻哈帶給我最大的樂趣是 我可以在音樂當中去訴說我任何的想法 以及讓我覺得一些比較 以前會認為說比別人不好的地方 透過這種藝術的形式展現出來 讓大家更加認識我 我對他的認識 就是有一種莫名熱血的感覺 他站在台上就是一個 最最屌的明星的那種感覺 其實起初我們大家 就只是因為喜歡聽這個音樂聚集在一起 就是參加學校的社團 然後後來就是大家開始的表演 那表演過後就是大家的想法 也開始改變發覺自己是真的很熱愛這個東西 也就是大家都往不同的方向去發展 那比如說像是我 我是繼續的作為一個創作歌手 繼續的寫歌以及去學習如何表演 然後其他人的話可能他 像是我的製作人阿傑 阿傑他就去學怎麼樣的編曲錄音混音 然後像是小眼 小眼他就是很努力的去學習如何的做設計跟繪圖 然後也有其他的朋友在負責不一樣的部分 跟大家在一起最特別的是 我們會比別人的情意更加的堅定 然後大家很團結的回去做很多事情 一起去完成一些原本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像是出CD拍MV以及辦自己個人的專長演唱會 只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事 因為有了嘻哈之後 我的女性朋友們變多了 桃花也漸漸開了 我覺得最爽的是可以在舞台上展現自己 和觀眾們互動 讓大家透過我的表演 我的音樂去認識我 讓我覺得非常的自在 然後也可以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然後去認識不同的人 然後知道不同故事這樣 嘻哈他帶給我的就是 不只是一個 讓我做音樂的一個新的一個 一個 興趣 或是一個技能 我覺得嘻哈帶給我最大的是 他改變我對於人生的一些看法 那我覺得我在 呃 面臨一些 挫折與挫敗的時候 我更能夠 用不同的角度去 消化這些情緒 面對這些事情 像是以前我總是會因為 呃 比如說學院上 或者說工作上 或者是 一些 人際關係 相處上 那我覺得 非常的 挫敗 然後 以及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 呃 透過 認識嘻哈這個文化 然後 以及 透過這些 音樂 讓我 更能夠去 感受不同的 人事物 然後 更能夠去 面對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就是 最大改變就是我對於 未來是覺得 一片 光明 然後會 興奮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未來充滿的期待 不然 怎麼散開 本來也很破 啊 啊 蛤 啊 啊 原來是享受 如果此時時刻你也覺得搶河 何不現在來我方一直被交河 交河 我的小天魚不用靠偉哥 沒奶指甲之後我幫你追